身夜大馬路上 鑲行車 圍停 人行道 騎士經過拍車牌 女乘客說話也不客氣 開始狂嗆 你報警嗎 這邊講話 停一下而已 報警嗎 我沒有給我 我沒有給你 騎士立刻報警檢舉 但女乘客抬高下巴 趾高氣昂 似乎不覺得 圍停 人行道有什麼錯 你看到我的臉 怕這種人沒有用的 要發小營 去拍人家亂拍人家的 這件事叫錢 三行車駕駛也下車 和女乘客一起 惡狠狠的鄧騎士 多次往前靠近 差一點就爆發衝突 等一下 要跟我 我就這邊了 等一下 這起圍停口角 發生在台南永康區中華路 女乘客罵不停 母語和國語連番辱罵 但沒等警察到 就開車離開 國語跟越南語 來當街辱罵 所以民眾已經 自本分局的派出所提告 警方將根據影片中的 車號開罰 鄉行車駕駛為了講電話 為停人行道 被騎士拍照後 和女乘客鄧人 還爆粗口辱罵 騎士已經提告 要給對方一個教訓 記者來觀賞 王書宏台南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 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我們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